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欢迎你收听Kaplan语言中心美国学生服务社 为大家推出的Kaplan学解说系列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学习的方法和步骤 帮助大家合理的分配时间 充分利用课堂上和自习的时间来确保自己 真的学会了并且掌握了相关的内容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课前预习 一般要浏览一下课程大纲 并且标记一些重点 方便自己在课上更好地听讲 并且衔接内容 第二步是要在课上认真听讲 记笔记 与老师同学多多互动 不懂的问题要提出来或者标记下来 然后在课下的时候去找老师和同学进行讨论 第三步是要进行课后复习 一定不要觉得说上完课就好了 要下课看自己的笔记 进行查漏补缺和总结 第四步是自主学习 要定期花时间学习上课的内容 多和老师同学讨论 加深自己的印象并且巩固自己的知识 最后呢就是要有计划的备考 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并且应用所学的内容 能把自己讲明白并且还能解释给别人听的话 就证明你基本掌握了这个知识 如果是需要写文章的话也要提前规划好时间 在接下来的学姐说系列中呢 我会一一给大家讲解每一步骤的注意事项和技巧 也会给大家推荐相应的APP和网站 希望可以对你们的学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和转发 谢谢